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 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 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 建筑商胡秀平 肖利胡冠名播出 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 美国故事栏目 我是小元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地 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 她是金女性联盟的创始人 Julia 欢迎Julia参加我们的节目 你要打开一下那个话筒 也出 OK 刚不知道怎么要点上 对 麻烦就是 我们非常高兴 请到金女性联盟的创始人Julia 请Julia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 我是金女性经营会的刘倩居 英文名字叫Julia 很高兴认识大家 也很高兴 小元台长能够邀请我进入这次直播 虽然只是临时的 但是也非常荣幸 谢谢 那就是Julia 那就是Julia 你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你的这个组织 就是金女性经营联盟是吗 金女性经营会 这个我们这个是一个公盟叫公益性的组织 也就是去年了 我们10月份刚刚才申请 所以到现在也正好三个月 那么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呢 我们一直是在筹备 还有组建人马 包括我们前期做过集团小活动 本来打算在1月16号 我们要做一个正式的发布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 我们就往后拖延了 所以要等到春节之后吧 到时候看看疫情的情况 我们再决定什么时候再举办 那这个听起来很高大上 金女性经营会 那就是主要想做些什么呢 是 这个组织呢 因为我去年在西雅图 举办了几场活动之后呢 我发现西雅图这边的姐妹们 素质都很高 而且大家都有一颗感恩的心 因为在那几场活动呢 其实是我自己公司的一个 Juli美酒会的一个活动 那么因为前些年我都在国内 待的时间比较多 我们会经常做一些线下和线上 结合的活动 那么所以在这个Juli美酒会上呢 结识了很多西雅图这边的姐妹 在最后一次我们中秋节的 这个美酒会上 那我就倡议了一下 我说西雅图这边缺少一个 能够把姐妹们经常聚在一起 通过活动来相互交流 相互扶持 也可以帮助我们一些创业的姐妹们 做一些资源对接 那么还有一些 在家里做全职妈妈的这些姐妹们 也出来有一个交朋友的这么一个家园 所以呢 我把这个想法一提出来之后呢 得到了姐妹们的支持 所以当时就 我们就想说 我们应该办一个这样的女子商务的协会 当时名字还没有想好 后来隔了一个月 一直在想我们应该叫了什么样的名字 后来就决定叫做金女性精英会 那么这个金女性精英会 主要就是为我们的华人姐妹们服务 尤其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姐妹们 让她们在异国他乡 能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温暖的家园 不管是展示我们女性的风采也好 或者是我们相互学习交流的地方也好 也可以成为大家创业啊 或者职场上啊 然后有一个相互能够让自己得到放松 然后让自己能够更多的去品味生活的 这么一个地方 你刚刚介绍了一些活动 就是好像有瓶酒啊什么 然后就主要的活动 对还有商务对接什么的 主要的活动会有哪些呢 就是好像都挺多的 对我们现在呢 有一年的活动已经安排出来了 主要是结合诗酒花茶香酥美 这几大方面 那诗呢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像科学发声的这样的小班课 这个课程呢只是我们语言艺术训练其中的一个部分 那么这个语言艺术训练营里边 从这个科学发声这个小班课开始 然后我们有朗诵会 有读书会 包括有演讲 在这个训练营里面就是围绕着语言啊 演讲啊这样的几个板块 那因为我过去呢是中国传媒大学学播音毕业的 最早就是一名电视台主持人 从南京电视台然后到了中央电视台 那么后来在博音学完了之后呢 又学过电视新闻电视编导 这个研究生毕业之后呢 所以就一直从事电视编导主持人 做了十几年 那么在这个语言 还有这个科学发声演讲这块呢 是我过去的一个专业 但是再后来呢 我又从事了这个葡萄酒的贸易文化交流工作 在美国这边定居了十年 定居了十年吧 定居了好几年之后 因为我想着怎么样通过一个媒介 跟国内过去的一些同学啊朋友 能够继续保持联系 后来我就想到美国的葡萄酒非常好 而且美国的这些休闲健康啊 以家庭为主的生活方式就非常健康 所以呢我就把葡萄酒带到了国内 由这个葡萄酒呢 就把这个中间的文化交流 就把它串联起来 然后在国内做这个葡萄酒贸易啊 还有这个文化交流期间呢 就参加了不少平台的一些 学习包括还有这些交流工作 也吸收了很多啊 这些高端的会员 成为我们公司的啊 这个相关的有的合作伙伴 或者是我们的客户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啊就结识了不少的朋友 然后就希望能够把国内以后 比如说组成企业家考察团啊 组成一些高端的旅游考察团 来到西雅图能够跟我们这边能够交流起来 所以呢在这个金女性这个金融会的啊 这个组建和创办上面 也是当初有这个想法 能够把中美之间的企业家 还有我们之间有一些有追求 有思想 或者是希望能够做一些文化交流的 相互做一些考察啊 互访啊 这样的朋友能够帮他们搭建这样的平台 嗯 十九花茶 已经讲了十根酒了是吧 十根酒 花茶 当然就是结合女性的这些生活方方面面 女人呢一般都是爱美呀 愿意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也要去修炼自己的气质 由内而外的去散发 所以从这个语言艺术也好 那么这里面有到关系到读书 那么还有就是说散发到外面 我们有一些比如说形体的修炼呢 怎么样让你的仪态仪表 更加的有优雅的气质 包括怎么样来学化妆 怎么样去穿搭 让女人就是说从内而外散发着这种魅力 所以这个是一方面 包括还有花 那么女人喜欢在自己的家里 来把家里营造的很有这种温馨的氛围 所以我们也喜欢学习茶花 那么茶呢也是生活品味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茶呀酒啊 也说是不分家 所以呢在西雅图这边 我回来这两年啊 我觉得中国的茶文化在西雅图 现在慢慢慢慢的开始流传开来 有很多姐妹呢 她们拿着中国的福尔茶呀 或者是绿茶呀 还有各种茶 到了这边呢 做一些茶艺表演 然后把这个茶文化也带到了 我们西雅图这边的身边的姐妹 也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一些这种情趣 然后也是一种修养的体现 所以我觉得女人在这些方面啊 是大家喜欢去参与的这些活动 所以是酒 花 茶 香 淑 美 那么这些都有包括了 对 听起来都很高大上的 然后您对这些方面都很专场吗 就是专场吗 从语言这一块呢 因为过去是我的一个专业 像这个花啊 茶呀 这些不是我的专场 但是我们办这个平台的初衷呢 也是希望能够联合我们身边的这些商家 联合我们身边的这些社团 或者是组织或者商会 我们一起来搭建我们这样的 创建我们这个姐妹的家园 所以能够给姐妹们提供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 包括除了这些活动呢 我们还可以学习如何教养 儿女啊 如何经营我们的家庭啊 如何比如说在这个婚姻上面 这个男女朋友上面 如何做一个高情上的人 这些方面呢 我们都需要去学习 所以以后都会有这些方面的相关的讲座也好 课程也好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现在这个参加旅温经营会的那个 都是女性朋友是吧 但那个情况怎么样就是 现在三个月其实我们还没有正式对外去发布 也没有正式对外去招募会员 但是现在呢就是通过前面的最后那一两场活动 我们跟姐妹们去倡议了一下 然后在后面姐妹们介绍相互介绍 那么现在有正式的会员是五十多个 然后还有六七个商家商户会员 那么还有一些会员呢 都在我们的这个大群里面 我们还没有正式的去招募 但是呢已经有两百多位这些姐妹 都在我们的这个会员平台 在这个应该是说 这个平台里面有非会员和正式的会员 都现在在一起 那我相信通过以后各种不同样的活动 能够吸引到这些姐妹们来加入我们 听起来很不错啊 然后就是每一项都有 有的活动已经开始了 是吧 就是定期的见面还是怎么样 我们再开始的是科学小班 科学发声课的小班 对 那这个小班课呢 线上的课程有33节 但是加上我们线下有一些互动 那么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现在还没有结束 应该要到差不多二月下旬才能结束 那么我们每一天呢 同学们都看了这些视频之后 看了我们的线上的视频课程 然后都跟着这个要求去完成作业 每一天呢 我还跟同学们在一起 在一些交流啊 给他们做一些作业的点评 这样呢 让大家每一天提高的都非常快 每天都能看到 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及时给他们做一些调整和纠正 那所以 这个里面有姐妹也有兄弟 所以大家都觉得 对他们来讲 帮助还是挺大的 因为这个科学发声课呢 从过去我学波音的专业上来讲呢 它是告诉你如何去保护你的嗓子 如何让你做科学的发声 让你呢通过气息 琴气声结合 让你的声音呢更加的动听 还有长时间用嗓呢 这样可以使你的嗓子不会疲劳 对 我相信这方面你是非常专业的 然后其他方面呢 就是我相信酒你是很专业的 就是那这个七个方面啊 就是都是这么用心吗 就是像科学发声这样 那个三十几堂课 要去有录像 你说是其他的一些活动 其他的方面 刚刚不是说的七个四九块 像什么 像苏美 像苏美 每一场活动 我都自己亲自去策划 从策划文案 到我们设计的这些海报 到接下来邀请人员 再到接下来我们做一些 每次活动前的一些准备 所以这个里面细节啊 都会提前会设计好 所以这个就是跟我过去 做电视节目一样 从前期的联系啊 到策划啊 到写稿啊 到现场的一些细节的落实啊 所以已经形成习惯了 所以做每一场活动呢 都必须要投入 全部的精力在里面 确实会 要死好多脑细胞 有没有 你们这个精英会有没有 精女性精英会 有没有什么宗旨 或者是有没有口号 比如说要成为 什么样的 成为什么样的人 或者成为民运 或者现在有这种 有这种词 其实我们也没有想说 要把这个平台整的 都完全是要成为民运 或者是成为真正的精英 当然成为精英 是我们每一位女性 希望成为的样子 这个精英呢 我觉得 他并不是说 要是 做什么大公司的高管 或者是 创业成功在 多少资产以上 这样的人才能加入我们 我觉得精英呢 是首先你要有精英的思维 要有一颗这种 宽容 立他的心 还要有愿意去学习 不断地去接受挑战 能够有担当 这些思维的人 我觉得每一位成功者 他的成功的背后 是付出了很多 让旁人可能都难以承受的 但是呢 他们能有这种 接受挑战 能有这种忍耐 能够长期坚持不懈 这样的精神 有这些思维的人 我觉得他才可能有成功 所以我们的精英会呢 就是需要大家 我们一起来学习 相互来智慧成长 这个是 我们所要追求的 这个是我们其中的一大宗旨 另外一个宗旨呢 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平台呢 能够做的成为我们华人姐妹们 在海内外能够相互连接 彼此扶持的这么一个平台 然后参加这个 你们精英会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门槛 就是有没有什么要求 精英会现在我们的会员 只是会员费呢 是80块钱 80美金一年 我觉得门槛呢 是要有一颗 能够愿意放下自己 去愿意学习的 有追求 有思想的这样的人 来参加我们 如果你没有追求 你说啊 我不想出去交朋友 我也想去跟别人去相互学习 我也不想去帮助别人 我也没这个必要去走出去 我也没什么可以需要提升的地方 那这样的人 我觉得 你再邀请他 他也不会愿意出来 那能够愿意出来的人 我觉得还至少有一颗 有学习的 能够愿意放下自己的 愿意提升自己的这样的姐妹 他才会愿意走出来 走到我们中间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或者就是说 在我们信仰词吧 学历高的人很多 有学历的人很多 但是我觉得需要有一颗 愿意学习的人 就是有学习力的人 这个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就是进来的每一个姐妹 都愿意更多的去学习 去成长 因为人无完人 我们一辈子都是需要学到老 活到老的 尤其在这个时代 我们需要跟着时代去 让自己不断的去调整 不断的去成长 然后这个80块钱 你的会员费是 每周都有活动吗 还是怎么样子 我们现在一个月 基本上线上线下 最少有两场活动 也没有那么密集 如果那么密集的话 现在还 因为现在还没有那么多人 当然就是说 有一些活动呢 从这个线上来讲 也是可以 就是随时再去加 包括有一些线下的 姐妹们可能有一些 比如说临时 同时起来的 包括我们商务会员 他们也会发起的 自己主办的一些活动 那么这些我们都会 相互的去通知 所以一个月平均下来 最少有两场活动 就是线上一场 或者线下一场活动 然后 对婚姻状况 有要求吗 是已婚未婚 还是 还是 不 都可以 不看这个 不看这个 嗯 从我们这个平台 现在从90后到50后 都有 嗯 那90后跟50后 在同一个教室上课吗 还是 同一个 我们现在还并没有 是 还并没有上那么多的课程 我们现在只是开了一个 科学发生的小班课 对 这个课程班上还真的是 50后 然后到 90后这个还没有 这次的小班课还没有90后 有80后 嗯 对 然后还有一次我们做了一场线上的直播 我们请的是国内的一个亚洲整体造型艺术家来给我们上课 那次的这个直播线上分享呢 他就有在问 这个年龄段是从哪个年龄层到哪个年代 就是从50后到90后都有 嗯 嗯 对 50后的话就是火大佬学大佬 就 但是我觉得身边很多这些姐妹啊 虽然听起来是50后啊 看起来年龄比较大 但实际上我觉得他们都有一颗年轻的心 而且他们生活的状态也不觉得老 看起来也很年轻 嗯 像这样的姐妹我觉得 他们的这种精神啊 其实也是在感染着我们 因为他们其中有些人还是很坚强的 有的比如说是得了癌症 但是呢 他们依然很乐观很坚强 依然去 在生活面前呢 把这个家庭啊 把儿女啊都教养的非常好 家庭经营的也非常幸福 所以在这个经营会里面 我觉得有很多都是各行各业很出色的姐妹 所以这种才值得我们相互来学习 相互走到一起 来相互分享 嗯 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进一下广告 请各位听众朋友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生生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Great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认为COVID对儿童的影响 不及对成人大吗 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 是相同的 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COVID个案 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 和家人的最佳方法 现在还推出了专为 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 如果有任何疑问 请向您的医生查询 在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 希望您对于在新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 提供评论 生态署提议 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 从而推进清理工作 在3月11日前审阅 并对于许可草稿 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 请前往 ecology.wa.gov-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 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 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 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 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 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 请致电就近的LNI办公室 或者致电免费电话 1866-219-7321 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每周三的 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心的请到 我们西雅图的一个新的组织啊 叫金女性精英会的创始人 朱利亚刘 那我们感谢朱利亚给我们分享 她的创办的这个组织 然后他们的一些精彩的活动 那个朱利亚刚刚也提到了一些 她的经历 她以前在南京电视台 又到了中央电视台 然后移民到了美国 那我们还是想 想要了解一些 那个朱利亚在国内的经历啊 就是 您 就是一直在电视台是吧 然后就是能不能跟我们 分享一下 在 在国内电视台工作的一些经历 哦 那个是很早了 我是92年 先是在南京电视台 那个时候做新闻主持人 经常是白天要出去采访 然后下午回来呢 要播新闻 到了晚上呢 有的时候还要加班 在编节目 参与一些后期的编辑 但是那个时候呢 在南京电视台的时候 还不是科班出身 所以后来就有了这个 想考这个我们国内的最高的 波音主持人的学府 那个时候还叫北京广播学院 所以后来通过一段时间把一段时间的准备 然后就江苏省录取了四名 当时呢 我的专业也就排在第一 就被北京广播学院录取 当时去这个波音系呢 是带新上课 就是等于是成人的这种波音的学历的进一步深造 所以在那个两年期间呢 同时也在去了北京编学习 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呢 又去了北京电视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 去做一些实习啊 做一些节目主持 后来呢 在北京电视台那时候 已经主持了一个 也是一个属于叫 它是叫市府与市民 这种新闻性的栏目 主持了大概有半年吧 但是后来呢 毕业之后 我当时还想着应该回去 回到南京电视台 回去再回报这个电视台 但是回到南京电视台 几个月呢 我是遇到了一些 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 被偷被抢 然后呢 回去还有觉得 被有一些这个同行啊 这个背后 好像他觉得你是 他的竞争对手 这个科班回来了 对他有形成威胁了 所以就是遇到了一些 自己觉得都 不可 有的时候让你觉得 不可接受 不可思议 所以后来我就辞职了 辞掉了南京电视台的工作 然后又继续去深造 学习这个电视新闻 电视编导 又去上了两年研究生 在这个两年当中呢 就是在中国教育电视台 后来又去了中央电视台 去从实习 然后到自己 做一个采编波 一体的主持人 所以当时在中国教育台 做的一档节目 叫一路平安 那个是跟公安部 他们交管局 交通管理局来合作的 所以那个栏目呢 也是全国各地的跑 而且都是跟这些交警打交道 那么从前期的采访 到策划呀 到写稿 到后期的编辑 都是自己可以去做 这个呢 也是给了我很大的一个锻炼 然后到了2000年 那会儿就去了中央电视台 99年底 99年底就去了中央电视台 那先是在走遍中国 这个文化旅游性的 这个栏目里面 先实习 然后呢 又开始自己 做了几档节目 那个组里面人也很多 经常呢 轮到你的节目播下来 可能就是要两三个月 才轮到你的一期节目 但是呢 我们做这一期节目 也至少要准备一两个月 因为从前期你要跟地方上去联系 然后呢 你要去做一些资料的搜集 然后还要做一些相关的彩点 然后还要自己去组织人马 你可以在自己的栏目组 找摄像 也可以跟当地电视台合作 找当地的摄像 然后呢 我们再到地方上去采访 当然从中央电视台下到地方呢 这些地方上的领导都特别支持 他们经常都是这个厨师长到宣传部部长 到旅游局局长都非常重视 所以呢 下到地方能够了解当地的各种风土人情 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 给我一个开阔眼界的那个几年 觉得学习成长也很多 我记得当时我们去到敦煌 从兰州出发 我们开了十辆的红色吉普 一路向西 穿越河西走廊 去到更房的时候 那一路见过 就是在七月份夏天的时候 还能够看到这个大的冰雹 从天而降 然后看到这个大的戈壁滩 那种一望无际 那种高远 那种荒漠 就是也是一种美 就那时候给我的震撼 就是是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 然后到了灯煌 我从明沙山上面再跳伞下来 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哪来那么多勇气 因为其实我还有一点恐高症 但是呢那个我们的导演跟我说 你要必须去跳伞 从山上跳下去 当时呢 我就觉得反正也就豁出去了 尝试一下吧 反正那时候也是不怕死 什么都敢去尝试 包括我们去到当地 有的当地啊 他接待我们吃一些 你都很难想象的 比如说去到广西河池 刘三姐的故乡 他们当地就是招待我们吃老鼠 这个老鼠呢 他把它扒了皮之后 用竹签一穿 翻起来呢 然后烤 烤了之后呢 拿上各种酱啊 芝麻酱啊 辣酱啊什么 然后就让你去吃 那我为了拍片子呢 你也就得闭着眼睛咬着牙 就去吃 但吃起来之后 味道也还不错 所以很多东西呢 你不尝试 但是尝试呢 也是给我人生当中 多了一些精力吧 有的时候并不是说 自己想要去那样做 但是呢 可能为了工作 或者是为了一定的需要 然后就要去大胆地去突破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在我今后人生 成长的很多的一些经历当中啊 都给了我有一定的 打下了这么好的一个基础吧 所以在接受挑战啊 或者是面对一些新鲜事物的时候 我都愿意敢于去尝试 那这个走遍中国 还蛮有名的 就是您参与了多少集的拍摄呢 我在那儿做了有将近三年吧 从99年底到2002年初 对 然后在这将近三年当中 我应该做了大概有 我想一年就做个 一年做个两三集 因为不光是做这个旅游性节目 它里面还有一些子栏目 比如说有这个百家姓 那我当时还专门 比如说跑到苏州 去做这个顾姓的采访 哪个姓 顾是吧 顾对 照顾的顾 当时也去到苏州昆山 顾延武是吧 对顾延武 顾姓的顾乡 就在昆山里边 他们也是一个 相当于发源地 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 对 那个栏目 那个是后来又去的 另外一个栏目 是叫天涯共此时 它是一档就是专门针对台湾人 来中国创业 来中国生活的这些 针对台湾人的一个专辑 当时那个主持人叫什么来着 蛮有名的 现在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 两个字叫 隔了十几年 我都忘了 叫什么 对 对 但是 那个时候 我也是做这个 属于这个主持人编导 也就是 更多的是倾向于编导 所以整天就是在外面跑 拍片子啊 然后 回来写稿 然后后期编辑 对 天涯共此时 我应该也看过的 好像在台湾也蛮受欢迎的 对对对 它是国际频道的 这两个栏目都是国际频道的 四套的节目 所以在国外都能看到 但是天涯共此时 我做的时间不长 大概 呆的总共也就不到 不到一年的时间 嗯 然后在里面更多的 去 半年多都是实习 然后后面做了两期节目 嗯 然后就离开中央电视台了吗 对 那个时候因为年轻啊 好像好胜心比较强 特别是最后有一次 我做了一档节目啊 为了帮这个部门省钱 好像要显示自己有 有比较有能力啊 就有点犯了一个 嗯 一个比较自以为是的一个错误 就是觉得哎呀 我可以不用台里面的这些摄像 我就到地方上去找摄像 然后这样可以省一些经费嘛 让地方上来帮我们拍 但是呢 拍完了回来之后啊 这些摄像拍的东西都不能符合 这个中央台的要求 就很多东西就播出不了 你编编 我花了很长时间去编啊 因为有的时候它一针一针的 那个跳针啊 或者画面质量不好 那个整个画面都不能用 然后还用去搜集资料 就编了很长时间 嗯 到最后还没有通过 就是审核的时候给枪毙了 所以那次呢 我就觉得对我的打击蛮大的 嗯 然后呢 就觉得好伤心啊 呃 自己就 有一个月就没有去台 然后就躲在 自己躲在家里面 好像那时候就好像身心疲惫的 就去 自己要去调整 因为那时候年轻真的 好像这么一点点挫折都经受不起 放到现在 我觉得这太正常不过了 因为一个年轻人 你到一个新的地方 你做一个新的工作 你又想很好的表现 那么难免呢 会有一些失误 或者是犯一些错误 或者是让人觉得 没有完成好任务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我对自己啊 就是要求很高 就很要强 就觉得嗯 这个很失败 这个自尊心啊 受到了很大的挫伤 所以后来我就 这个 这次事情之后呢 我就辞职了 就从装排离开 离开出来呢 我就想 我应该出来深造了 我应该来国外 学习学习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想先把英语 打打基础吧 一方面 报了一些 新东方的那时候 课程学英文 然后一方面呢 又去 应聘了一家外企 然后在那个北京的国贸 在那个外企 又上了一段时间班 心想呢 在出国之前 要把英文练练好 再把自己的这个能力啊 再去锻炼提升一下 因为整天做主持人 其他的事都不会做了 所以需要在公司里 再锻炼一下 所以 又有了这样的一个经历 对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 广告之后 继续聆听 Julia的 精彩的分享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 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和Ballard Link 扩建计划 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 第四大道 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 和车站位置选择 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 扩展轻轨的想法 现场有翻译 请于3月17日星期四 下午12点至7点 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 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 5点30分至7点30分 通过Zoom参加 面对面的开放日 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的社交疏离 指导方针而做调整 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 则将改为虚拟活动 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 请访问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 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肌肉骨壳伤痛 车祸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 用完的酱油瓶 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 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 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10秒钟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 建筑商胡秀平 肖利胡冠名播出 电话425-443-5668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 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通过Zoom 邀请到我们西雅图的金女性精英会的创始人 朱莉 朱莉她有不寻常的经历 在刚刚我们也聆听到她在国内 从南京电视台到中央电视台的一个 奋斗的一个历程 那就是那你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几年之后 就是蒙发了要出谷进修的念头是吗 是的 那你就顺利的来到了美国吗 很多东西不是我们人所能决定 或者是人想按照你的定法就能去实施的 在我去了那家外企之后呢 老板对我还挺重视的 一去呢就让我去做发展部的经理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商场上去打拼过 那么一去呢就给了我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这个发展部经理是做什么呢 去清华去北大 这些高等院校去发掘科技情报 所谓的科技情报吧 也就是说去找一些可发展的 拿来作为这个可以投资的项目 因为我去的这家公司呢是一个投资公司 那么他们在北京呢下面投资的有房地产 然后也有其他的一些项目 那么让我呢就去特别最多的就是去清华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清华呢基本上每天上班 就是要到清华去报道 那么清华的每一个学院 还有这个学院里的很多的项目带头人 这些导师跟他们都很熟 后来呢最后就是混到了这个MBA的这个学院啊 经济管理学院 然后就每天跟这些MBA的学生去上课 跟老师呢关系也特别好 跟这些同学呢在一起 还真的就像同学了 所以在那呢也学了大概有两年的MBA的课程 那么在这个同时每天上午去听听课 然后下午呢就去拜访各个系的老师 然后每一周呢我能挖掘到20个项目出来 然后回来汇报给我们的老板 这个20个项目呢 然后我们再去筛选哪一些项目可以去投资 哪一些项目能够有什么样的回报 哪一些项目从这个发展的角度来讲 今后会很有潜力 所以这些呢就是在我那个两年当中 又给了我很大的一个锻炼 就是不仅要跟这个学科带头人 跟这些什么博士生导师啊 这些很高知的这些教授去接触 而且呢还要跟这些商场上 特别有投资头脑的人去接触 所以那段时间也是给了我很大的一个 学习锻炼的一个成长空间 对 然后这一段经历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你现在老公吗还是 结果呢 本来是想按照自己的这个意愿 英文锻炼出来了 能力也提升上去了 然后呢考一个托福啊 先到国外来再学个什么东西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的一个像是老师吧 就是我们账目 就是在公私共事的时候 我们接触那个什么劳动部啊 什么北京的那些大的部委啊 都经常去跟他们有一些工作上的接触 那么其中劳动部的有一个 他是当时的职务是司长 他对我们公司的这个发展项目 还是蛮关心的 然后我有时候也会经常跟他汇报一些工作 那么后来他就问我说 你是不是还单身了 我说是啊 有没有男朋友啊 我那时候也没有 他说也怎么还没有男朋友啊 他说我跟你介绍一个吧 然后他说这个男孩 他还没等我同不同意呢 他就说这个这个男男士还不错 他在美国 然后说是波音公司的这个工程师 然后他说可能下个月就要回国 他父母呢在北京 然后回来探亲 说你要不要来见一见 然后当时呢我也觉得 我对国外呢本来也正好想来美国看一看 然后对国外有些人的这个印象啊 我觉得因为有接触过一些国外回来的 我觉得他们比较简单 而且呢都是感觉比较 应该是说让人觉得还是觉得比较实在的 不像国内呢 我觉得当时接触过很多的一些 就是说一些人吧 我就觉得有一些就是比较浮躁 觉得不太可靠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说好那就先答应见一下吧 然后结果到了第二个月 就是我的先生呢 然后他就回国来探亲 然后我们就开始见面了 所以这一见上呢就 就是缘分就来了 不见钟情 就是缘分到了吧 可能 然后 然后你们就到了美 你那个时候不久就到了美国是吗 对 然后一个月之后 一个月之后吧 就是可能 那个时候 我也三十出头了 那个时候 也知道自己需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且也清楚自己的性格个性 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自己 所以呢 跟我先生见了面 接触过几次之后 我就觉得他这人很好 是个基督徒 比较宽厚 而且他是那种善于聆听的人 那我呢 是可能是主持人出身吧 我就遇到能够聊得来的人 就可能话就会很多 他就非常愿意去倾听我的人 所以就觉得性格上挺能互补的 而且他呢 让我觉得 很 觉得很 很有安全感 所以就很快 就决定来到美国来看一看 看了 看了之后呢 这个好像 就 就是跟美国有这个不解之缘吧 然后我们就在美国结婚了 然后就相互交辞 然后你也发展了自己的事业是吗 对 然后呢 就 其实来到美国 每几个月 结婚完了 每两个月 我们就又回到国内了 因为那时候我先生 他就辞职了 然后呢 我就觉得有义务 他想在国内去发展 做他的飞机改装的事业 那他离开中国已经很久了 他是七八年 就来到美国 那七八年 在 在这个 那个时候是2002年回到中国 都已经有30年了 基本上 所以他对国内的人情事故 已经很不了解 那我呢 后来回到国内之后 我就把国内的工作都辞掉 然后就一心意的 帮助我先生来打理公司 那么前面三年都一直没要孩子 到了第三年 我们才要了老大 也就是在05年的时候 才开始要孩子 对 所以小孩子是出生在中国的 对 后来两个小孩都在北京出生 一个05年 一个07年 那么 特别像老二 生下来四个月 我就把孩子又放在一边 家里交给这个阿姨 然后还有我妈妈 然后还有我姑姑 他们的轮流来帮我们看着孩子 我就又帮助我先生 来打理他的公司 对 所以在前面的十年 就是一直围绕着家庭 然后相夫教子 然后帮助我老公 打理公司 就是在家里 对 做了应该是全职太太 全职妈妈 这样的 然后又回到了美国 对吧 我们在08年的时候 然后又回到美国 对 那个时候老大三岁 老二一岁半 因为我先生还是觉得 小孩回到美国来 接受这个教育呢 可能对他们儿童 这个期间的成长 会更有利 他不想让孩子 在中国那种学业负担 书包沉重的那种 要求下去成长 他还是觉得 让孩子有一个 轻轻松松的童年 所以我们就 又回到美国来生活了 也就是在08年的时候 我们就全家都回来了 那这个 就是您提到的 那个美国的酒 出口到中国 这个是 怎么时候开始做的 这个生意 对 08年 然后回来之后 隔了几年 小孩子都 上小学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觉得一白天呢 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做点自己的事情了 但是呢 一直在想 做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期间呢 自己好像蛮迷茫的 因为孩子也大一点了 自己也不需要 天天围着他们了 那么我觉得 如果人 没有一个追求 或者是没有事情 可干的话 就像在家里 等着养老 而且觉得自己 也没有什么 太多的价值了 特别没有成就感的感觉 因为在家里 做所遂的事情 也看不出来 而且呢 有的时候 还觉得累得要死 所以我就在想 我应该做点什么 那就在那个时候呢 国内的有一个同学 就是在我上播音的时候 北京广播学院的同时 我也上过 中央党校的一个 经济管理专业 那么那个里面的同学呢 在各个地方 他们可能都是领导了 所以有一个同学 他就是当地的一个一把手 那么那一年 2012年的时候 他们带了一个考察团 来美国考察 然后最后一站 最后一站呢 就来到西雅图 那来到西雅图呢 我们同学也要接待接待 所以我们就 买 拿了这个 当时还是在Costco 买的这个葡萄酒 这个酒呢 也是我们华盛顿州 最大的那个酒庄 萨兔士米什尔的酒 所以拿去招待 他们喝了喝 然后呢 大家吃了也很开心 喝了酒就觉得 你们美国酒挺好喝的呀 说我们中国呢 现在有这个葡萄酒的 交易中心啊 在国内还是蛮大的啊 所以他说正好也没有美国酒 他说建议你可以考虑考虑把美国酒带回中国 就这个时候给我一个启发 因为当时我们每个周末也是喜欢 去到我们华州的东部 像湾拉湾来啊 雅琪马呀 那些地方啊 带着孩子去 去郊游 然后呢 再去酒庄 我们去 去瓶瓶酒 那么小孩子可以在那个酒庄里面的葡萄园里面 采摘葡萄啊 青草地上玩耍啊 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就可以在那儿悠闲地晒着太阳 然后摇晃着酒杯 然后聊聊人生 哎呀我觉得那种是一种很美的生活状态 所以呢 就这样 这个启发过后 我就真的去酒庄 那么当时喜欢的两家酒庄 就跟他们去谈 我说 可以帮你们把这个酒啊 出口到中国 中国的市场现在非常大 你们有没有兴趣 我们一起来合作 那么就这样呢 后来我就把这两个酒庄的酒呢 各订了两箱吧 然后空运到中国 然后在中国呢 就做了一场小型的品酒会 那么就这样的慢慢 品酒会过后呢 得到了他们当地的企业家呀 领导啊 包括还有一些 朋友的这个高度的赞赏 觉得我们华盛顿州的酒真的不错 因为他们平时都很少喝到美国酒 在从来没有听说过 还有华盛顿州 也产葡萄酒 还这么好喝 所以他们就说 哎呀你赶紧先进一个货柜 到中国来吧 然后就在这样的 大家的一片 这个欢迎当中 然后在当时我就 在当地注册了一家公司 然后在美国也注册了一家公司 就开始做起了这个葡萄酒的 进出口贸易 就开始了 嗯 太好了 今天呢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我们 这期节目的尾声啊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有心的请到 那个金女性经营会的创始人 朱莲来参加我们的专访啊 那朱莲的故事很精彩啊 我们一起可能不够 那我们希望有机会 对我们以后再来分享 那么今天呢是大年初二 那就是就连你对新年有什么打算 在新的一年里呢 首先恭祝我们镜头前的每一位朋友 包括我们的小园台长 祝你们虎年大吉 在虎年呢 万事顺益 你们家庭能够俯虎声望 事业也能够蒸蒸日上 祝愿我们每一位兄弟姐妹身体健康 吉祥如意 嗯 那么新年新的打算 我想还是在金女性经营会上面 要花费 或者是说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把我们以西雅图为根据地的 这个姐妹的平台 先把它创办好 希望有更多的姐妹 能够加入到我们中间来 让我们一起相互学习 相互扶持 然后让我们共同智慧成长 让我们呢 通过这个平台 也能够把当地的经济文化教育 各方面也能够有带动和推进 也能够把我们中美之间的 这些企业家 或者我们的这些姐妹 相互也能够交流和对接 和相互学习起来 谢谢Julia 我们也祝您信仰师层 我们也代表中文电台 祝我们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谢谢小阳台长 谢谢 谢谢 Crossings TV Compass有限电视 Xfinity 就这样 谢谢 拜拜 可以 OK可以挂了 对对对 可以挂了